这位同学问的是 在佛法里面有没有所谓的降头存在 如果一个人被人下了降头 那么他应该怎么办 这个降头是一种邪俗 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 名称不一样 实际上大致是相同的 我过去小时候在贵州念书 向西跟贵州一带有放谷 苗族人放谷 跟此地这个降头是差不多类似的 总而言之 行政自然有善神保佑 特别是念佛人 决定有祝福忽念 不会遇到这些邪俗 纵然遇到这些邪俗 也不要恐惧 只要把生死看得很淡 绝不贪生怕死 要发菩提心 念念为一切众生 我这个身体活在这个世间 为众生活的 为佛法活的 所有一切邪神 魔外都会远离而去 为什么呢 你有佛法正神保护 你有祝福福念 凡是遭遇到这些事情 实在讲 也都是怨怨相报 怨怨相报的事情 是没完没了的 我们决定不做这些杀死 所以 佛在十善夜道经上 教得好啊 菩萨 昼夜常念善法 思维善法 观察善法 不容豪奋 独善夹杂 这些魔障全都下出